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如何做特隆的蛋白杏人茶 蛋白茶是很极端的,一是喜歡,一是不喜歡 你進來看這條影片,我相信你也會喜歡 我們一齊看看如何做 材料分別有南北杏、白米、冰糖和水 首先我們把南北杏和白米洗乾淨 然後就可以放入碗裡,再加水 浸至少6小時或過夜 6小時之後,我們要浸至米可以輕輕壓下去 也可以壓爛的,到這樣的程度就可以了 然後就可以把南北杏和白米連浸泡的水 都放入大盆裡,然後用手條棒去攪拌 當然如果你有攪拌機的話 你也可以把這些東西倒進攪拌機裡攪拌 最終的是攪拌機裡 就是用手條棒去攪拌機 如果手條棒去攪拌,微快落手 然後就可以攪拌機裡攪拌機 可以試 reduce the water, short term 大概打到這個程度就可以了 現在就要把南北橫章倒進網袋裡過濾 在這裡給大家一個小提示 會建議大家用一個比較大的網袋 這樣會比較容易倒進去 片裡我這個網袋比較小 所以倒進去的時候會比較淋準 現在就要大力地拿出橫人水 在這裡也給大家一個小提示 建議大家分幾次把橫人章倒進網袋裡 不然就要很大力地拿出橫人水 那隻手就會很累 如果你沒有網袋那怎麼辦呢 你也可以用這個過篩是過濾的 但是你每一次就只可以過到少量的南北橫章 而且都很浪費時間 所以我也是建議你買個網袋 那為了這個橫人茶做出來更加滑 我會把它再過篩過幾次 那我剛才就用了850g的水去浸這個南北橫 那看看現在拿出來剩下多少水分 那當然啦 如果你那些南北橫浸得越久 它吸收的水分是會吸得越多的 那最後呢 那我們就把那些橫人米水倒進鍋裡 然後呢 就用個小鍋把它煮到微滾了 煮到微滾之後呢 就可以加冰糖進去調味了 那如果你試味之後呢 覺得那個橫人味太濃太重呢 你都可以加一點點水進去沖淡它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那在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加入蛋白 那等它滾了之後呢 就可以關火了 今天的橫人茶呢 是用了中式的橫人 即是南北橫去做 而不是美國的橫人 因為呢 呢 它會比較香衣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橫人茶呢 大多數呢 都會用回南北橫去做的 那剛剛過濾出來的那些橫人渣呢 你不要倒掉它 它都很有用的 那你可以呢 那你可以呢 留起來當橫人粉這樣用啦 又或者呢 可以用來當磨砂這樣都可以的 好 那那超龍打馬橫人茶呢 就做好了 那詳細食譜呢 已經寫在廟術欄那裡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今次的分享啦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啦 下次再見 再見